YOU 我要控诉节目组 你知道吗 就是节目组邀请我来 然后跟我经纪人说 那个 上官你要去录《DENY》的团宗 然后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你一定要保密 跟《DENY》的任何一个人 都不要说 包括安琪 特别是安琪 然后我说好 我说我知道了 然后我说我肯定守口如瓶 然后就是有半个月 我一直都觉得很难耐 然后期间安琪有问我说 你什么时候再来上海接活 然后我还在搪塞他 我说那个可能月末吧 我还骗他 然后后面就是 结果前几天 我会给他站着 然后结果前几天 他给我发信息 上来就是骂我三个字 抖东西 他也是 他也骂了我 对对对 他也骂了我 然后我就是说 打开手机 我说我一啥子骂我 突然半夜11点多 给我发狗东西 他说狗东西 我啥子问好 他说怎么了 然后他说 你来录我们团中都不跟我讲 我说什么团中 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你在演 我还在演 他说算了吧 别再说了 我们的友谊也就止步于此 不是不是 是节目组 而且我们通告单上都写着 嘉宾是谁 对啊 叫我保命你知道吗 我守口如瓶 我在那憋着 然后安琪给我发狗东西 连这个都要群发 你连这个都要群发 狗东西也是群发的 其实连这个都是群发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是怎么我们知道的 节目组在你们来的差不多前三天 然后在我们所有人都在的一个群里面 他们直接问我们 你们跟他们有什么新鲜事 说一下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到处问为什么 后天要来录你们节目 就是这样的 你们自己出卖了自己啊 那请问这个蜜到底保什么呢 都在街上 听到什么都在街上 还未经历 有点啊 没经历 我愿意 都在街上 你怎么不见 我你们说 可能就爱了 她就是这样 都在街上 在哪里 都在街上 总是 街上 你怎么在街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